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日前发表了该公司的2024财年第二财季财报,营收为93.89亿美元,同比增长1%。与去年同期的17.04亿美元相比,增长37%。美股贪薄收益为2.06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52美元相比,增长36%。 不计入特殊的一次性项目,即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高通第二财季调整后,净利润为27.61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24.20亿美元相比,增长14%。 调整后,美股贪薄收益为2.44美元,与去年同期的2.15美元相比,增长13%。这一业绩,超出分析师预期。 据雅虎财经提供的数据显示,25名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高通第二财季每股收益将达2.32美元。 高通第二财季营收为93.8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92.75亿美元相比,增长1%。 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高通第二财季调整后,营收为93.8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92.68亿美元相比,增长1%。 这一业绩,也超出分析师预期。 据雅虎财经频道提供的数据显示,25名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高通第二财季营收将达93.4亿美元。 高通第二财季税前利润EBT为24.9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8.95亿美元相比,增长32%。 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高通第二财季调整后,税前利润为31.7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28.57亿美元相比,增长11%。 高通第二财季营运利润为23.4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20.90亿美元相比,有所增长。 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高通第二财季调整后,营运利润为31.7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29.94亿美元相比,有所增长。 高通第二财季营收和调整后,美股贪薄收益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预期,对第三财季营收和调整后,美股收益做出的展望也双双超出预期, 从而推动期盘后,股价大幅上涨近4%。 此前,这家专注于智慧型手机的晶片制造商表示,在经历了两年的低迷之后,人工智慧推动的需求出现反弹,尤其是在中国。 该公司表示,其本财年上半年,来自中国智慧型手机制造商的销量增长了40%, 因为中国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可容纳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的价格更高的手机。 IDC分析师Navila Popol表示,传统上更依赖联发科的中国供应商, 随着他们大力推进人工智慧议程,将开始更多地利用高通的高阶晶片。 他们进一步代表了高通的优势, 因为今年的大部分复苏也将由中国原始设备、制造商推动, 而这正是过去两年的艰难时期。 高通预计,第三季度销售额将高于预期, 因为该公司还受益于物联网和汽车领域。 该公司是最大的智慧型手机晶片供应商, 根据盘前走势,其市值预计将增加超过80亿美元。 ARM和博通等其他半导体公司分别上涨2.8%和2.4%。 研究公司IDC的初步数据显示, 在高阶市场,人工智慧热潮和可折叠产品 使Android智慧型手机厂商进一步与苹果形成差异化, 并在2024年第一季度吸引了中国消费者的更多兴趣。 沃尔夫研究公司Wolf Research的分析师表示, 考虑到去年安卓周期的低迷以及物联网IoT 随着库存正常化而改善的可能性, 他们对数字可以进一步推高,持乐观态度。 而高通投入AI领域之际, 其老对手苹果公司也将打造AI自研晶片。 苹果公司近期一直在开发一款自家设计的晶片, 用于在资料中心运行人工智慧、AI工具并委由台积电代工, 但目前尚不清楚该晶片是否会得到部署。 据知情人士称, 这一努力将建立在苹果公司之前制造内部晶片的基础上, 这些晶片运行在苹果iPhone、Mac和其他设备上。 据悉, 该苹果新伺服器专案的内部代号为ACDC, 即苹果资料中心晶片Apple Chicks in Data Center。 知情人士称, 苹果一直在与为其生产晶片的台积电密切合作, 设计并推动此类晶片的生产, 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取得明确成果。 一般预料, 台积电将以300米代工苹果首款自研AI晶片, 为台积电先进制成接单, 增添更多动能。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代仪客户讯息, 苹果发言人也不愿对相关报道置评, 为相关消息激励台积电5月上旬, 股价重返800元新台币整数大关, 甚至在以800元收市, 上涨14元, 市值回升至20.75兆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三大法人联手买超台积电1.6万余张, 以外资买超1.61万张手笔最大。 苹果一直在生成是人工智慧领域, 追赶科技同行, 生成是人工智慧, 是聊天机器人和其他流行新工具的基础技术。 过去十年来, 苹果逐渐成为iPhone、iPad、 Apple Watch和Mac电脑产品晶片设计的主要业者。 根据知情人士说法, 最新的资料中心伺服器苹果晶片的计划, 在内部代号为Project ACDC, 将把苹果公司的IC设计能力, 带入该公司伺服器的运作。 ACDC计划已经运作数年, 目前不清楚何时将发表相关新晶片。 为苹果已经承诺, 会在6月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上宣布许多新的AI产品和消息。 几位消息人士说, 苹果的伺服器晶片可能会聚焦于执行AI模型,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推论, Influence方面, 而非聚焦于训练AI模型。 苹果预计将重点关注可以帮助用户日常生活的新主动功能。 苹果还与Alphabet旗下谷歌和OpenAI等潜在合作伙伴进行了谈判, 以提供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务。 如果苹果继续推出自己的伺服器晶片, 这将效仿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的做法。 亚马逊、AWS、谷歌、微软和Meta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 营运着采用内部设计晶片的资料中心。 这些努力已经削弱了英特尔组建的传统主导地位。 知情人士说法指出, 苹果已在开发用于资料中心伺服器能够运作AI软体的晶片, 此举可能会让苹果公司在AI军备竞赛中获得关键优势。 数据显示,台积电2022年全年最大客户贡献营收于5000亿元。 2023年,营收贡献绝对金额达5465.5亿元, 续创新高,法人推估应该是苹果, 并预期今年相关营收贡献绝对值将续增。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